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二月八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仍然要为您着点关注的是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进展 一起来看到来自纽约时报的最新报道 文章写道不到三朝前 习近平主席曾经大步迈上讲台 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面前面对着热情洋溢的观众 歌颂在他领导下 中国虽然度过了动荡的一年 但是却取得了巨大成功 并且展望在二零二零年将取得里程碑式的进展 当时习近平说 每个中国人每个中华儿女都为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而感到自豪 我们的进步不会因为暴风雨而停顿 习近平没有提到危险的新冠病毒 病毒现在已经在中国顽强的占领住了 正如他说的那样 政府现在已经封锁了拥有一千一百万人口的城市 武汉以制止病毒从镇中扩散出去 截至周六冠状病毒的流行已经在中国造成了七百多人死亡 成千上万人患病 而习近平还面临着许多其他的挑战 比如中国经济的放缓 来自香港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台湾大选与美国的矿日持久的贸易战等等 现在习近平面临着日益加剧的公共健康危机 这同时也是政治危机 对他在过去七年中所建立的威权体制的深刻考验 随着公众对这种病毒表现日益不满 中国政府正在努力遏制病毒 使得他可以难逃责备 这对于执政的合法性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事件之后的第二场 这是很大的一件事 北京的独立作家和学者荣健这样说 他补充说毫无疑问 习近平仍然对权力有控制 但是控制的方式以及后果已经损害了他的合法性和声语 习近平本人已经意识到了危险所在 称这次爆发是对权力的重大考验 同时也是对中国的治理体系和能力的重大考验 然而随着中国与冠状病毒的斗争愈演愈烈 习近平任命了中国第二大领导人李克强 来负责领导紧急硬化小组 实际上让李克强成为了政府回应的公众面孔 是李克强去武汉去看望医生的 相比之下习近平在公众视野中退出了几天 这并非没有先例 比如此前中国领导人都曾经利用灾难的时期 试图表现出更为亲民的印象 但是这一次国家电视台和报纸几乎总是以奉承的面目 来报道习近平的一举一动 有一些分析人士表示 这种退缩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这标志着习近平为使自己远离可能动摇统治 和引起公众愤慨的活动所做的努力 然而习近平仍然拥有巩固的地位和权利 将竞争对手排除在外或者予以淘汰 因此现在如果出现问题大家只能指责他 在政治上我认为他完全拥有独裁权 但是现在却看到了这种独裁权的一个弊端 那就是当事情出错或者是出错的风险很高时 你还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Victor是这样表示 他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各分校的教授研究中国政治 现在人们已经被告知要求被留在家里 而许多工厂已经关闭 航空公司也大幅削减了服务 专家警告说 如果不能够迅速遏制冠状病毒的发展 那么可能会打击中国的经济 政府也难以控制舆论叙述 习近平现在面临异常强烈的公众不满 甚至连中国严格的审查机构也没有办法完全扼杀 武汉的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十二月警告他的医学院同学 危险的新疾病应该蔓延而受到了谴责 这引起了对于言论压抑和对政府处理此类疾病的愤怒 李医生去世后 中国学者至少发起了两次请愿呼吁言论自由 官方媒体仍然将习近平描述为最终的控制人 也没有迹象表明习近平面临着党内领导层的严峻挑战 不过这场危机已经损害了中国作为一个新兴超级大国的印象 也就是中国是一个高效稳定和强大的新兴大国 最终可能会与美国形成抗衡 这场危机可能会削弱习近平的政治地位 是否如此还有待观察 但是从长远来看 这的确可能会削弱他的地位 因为他准备在二零二二年担任第三届党的总书记 批准取消总统任期的宪法限制 使得他的下一个五年任期计划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如果习近平在政治上没有安全摆脱这场危机 那么后果将是不可预测的 他可能更愿意在党内精英中妥协 或者他可能会加倍采取使他成为中国几代人中最有实力的强力领导人的更强硬方式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研究部弗里曼主任 求德布兰切特表示 习近平对权力的控制并不放松 布兰切特补充说 尽管对这场危机的拙劣反应 无疑给习近平的任期带来了进一步的瑕疵 但是组织针对他的领导力的挑战的后勤工作 仍然艰峻 最近几天尽管缺乏公开乐面 但是官方媒体却将习近平描绘成一个不知疲倦的总司令 本周他开始将政府对抗病毒的斗争称为人民战争 这是习近平在周五与川普总统打电话时正式宣读中所使用的一个字眼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次的宣传没有说服力 习近平在北京的农历新年招待会上引起了民众的愤怒 表明政府对于武汉的苦难反映迟钝 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似乎对于这种流行病的严重性措手不及 当中国国家卫生当局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告诉世界卫生组织时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高级官员已经被告知出现了危机 但是习近平和北京的其他官员都没有向公众通报 在一月二十日习近平首次承认出现了这样的流行病 当时以他的名义发布了简短的指示 而一月二十三日武汉被封锁后 他首次公开露面是在两天后 当时他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会议 并且在中国的电视台上进行了详细的播放 他宣称我们一定能够在这场战斗中取得胜利 当时死亡人数已经是一百零六人 而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 习近平允许其他官员担当更多可见的角色 他唯一的出场是在人民大会堂与外国来宾会面 或者是主持共产党的会议 在一月二十八日 习近平会见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 谭德塞博士 他表示亲自指示了中国政府的回应 但是官方媒体后来的报道都忽略了这一说法 而是说习近平政府是集体指挥回应 由于关于习近平如何在官方媒体上被描绘 从来没有任何偶然和意外 因此这样的调整案是刻意努力强调承担共同责任 习近平一周没有再出现在官方的媒体上 直到周三与柬埔寨的专制领导人洪森举办了精心策划的会议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习近平在幕后放弃了权力 负责危机领导小组的正式负责人李克强 还有其他官员都表示 他们是接受习近平的命令 小组中有许多在习近平领导下密切合作的官员 只是强调了习近平本人的权威 而格拉斯克大学英国学院院士霍利斯内普表示 从现在开始 从顶部开始处理这种流行病的方式 就不符合中国政治已经朝着更加解体化 以及协商性领导地位转变这样一种说法 习近平对不满程度和潜在挑战 可以通过网友引用切尔诺贝利和事故来看出 他们中的许多网友都以对同名的电视连续剧的评论为幌子 现在这样一部连续剧 目前仍然可以在中国境内播放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如此掩盖一切 有位评论者这样写道 但是一九八六年的苏联与二零二年的中国不同 威尔士卡迪夫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 希尔盖拉德勤科表示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时 苏联已经处于瓦解状态 他撰写了大量有关苏俄和中国政治的文章 他补充说 相比之下 中国当局正在表现出应对能力 并且采取空前措施的意愿 这实质上可能会加剧政权的合法性 拉德勤科将危机时期习近平的行为 与全任领导人的行为进行了比较 比如文化大革命后的毛泽东 或者是天安门广场镇压后的邓小平 习近平正在做毛泽东和邓小平 在类似情况下做的事情 回到暗处 同时牢牢掌管一切 而同时武汉医生李文亮 在二月六日带着所谓造谣者的官方指控 因为感染新冠病毒叙事 引起了舆论的大地震 有一份署名清华大学部分校友的告全国同胞书 针对李文亮医生之词表示 扼杀真相就是杀人 把政治安全放在首位 那是极端自私的小团体目标 一个署名清华大学部分校友的告全国同胞书 在二月七日在多个境外的华人媒体热传 盖文表示 李文亮只是一个敬业的有同情心的眼科医生 就因为在班群上说了几句真话 就被单位约谈 被警察训诫 更被央视作为造谣者示众 但是扼杀真相就是杀人 八人被封口 九州全庇护 这是多么惨重的代价 为此联明信的作者们提出要坚决反对把政治安全放在首位 认为那是极端自私的小团体目标 一定要把意外民众的生死存亡放在第一位 第二坚决反对封群封号 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 特别是言论自由 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言论 第三就是坚决反对现行的维稳思维和模式 反对与民为敌 只有保障民生改善民主才会有社会的安定和民众的安居 第四坚决反对变灾难为歌功颂德的盛会 一定要追逐独职官员的责任 追究体制的责任 以免重蹈灾难覆辙 第五就是坚决反对倒退 坚持邓小平开创的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 重启政治体制改革 挽救中华民族命运 最后这一份告同胞书说 同胞们为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死 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存亡 我们要发出最后的吼声 此外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在二月八日召开会议表示 该组织的国际专家团队最快会在下周一或者下周二前往中国 调查新型冠状疫情爆发的相关情况 世卫表示 截止二月八日中国已经有七百二十三人死于新型肺炎 相信死亡人数有很大机会 会超过二零零三年的SARS 当时SARS在全球一共夺去了七百七十四人 这样的一个记录 目前中国内地一共有三万四千五百九十八人确诊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且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请不介继续关注华尔街灯